大小姐 还是我来吧 没事 安琪 你原来是周家大小姐啊 你家花园太漂亮了吧 诶 这不是安然吗 怎么在安琪家做园地呢 你们别胡说 安然是我姐姐 听说周家还有个洋女 原来就是她吧 难怪她在这减素枝 还挺会讨好主人的嘛 你 好了好了 你们先到处逛逛吧 我跟姐姐说几句话 周安琪 谁是洋女你说清楚 姐姐 你别拆穿我好不好 我好不容易才融入集体 安琪 办了要弄个引擎会 不如在你家后花园办怎么样 不行 可以啊 小事嘛 姐姐 爸爸平时最疼你了 你去说借后花园的事好不好 不可能 这个花园里所有东西 都是我妈妈亲手种的 你今天带外人来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你还想在这里办引擎会 姐姐 这是你自己答应的事情 自己想办法解决 安然 林乐 你怎么来了 下周就是你的生日啦 生日礼物 这不是我看中了很久的项链吗 谢谢 走 我带你吃冰 凭什么什么好事都被你赠了 我的资料 不好意思 我帮你 谢谢 这项链怎么染色 这个啊 二人姐姐说 这是一个一直纠缠她的男生送的 我看丢了可惜 就拿来戴了 你进我房间干嘛 还乱动我的东西 姐 我看你这项链这么好看 想试一下吗 还给我 你 这不会是学长送的吧 都怪我多岁 学长 你可千万别怪姐姐 她追求者这么多 忘了也很正常 哎呀 怎么了 我眼睛进啥子了 帮我吹一下吧 哦 林乐 不知道林学长 今天会不会趁着安然生日 给她表白呀 你闷 姐姐 你别介意啊 我刚胸口有点闷 才让学长扶我进来的 这不是我的项链吗 你又哪 谁说是你的 你不配碰这条项链 我看就是这个洋女 抢了安琪的东西 为林学长也是她抢来的吧 我才是周家大小姐 怎么可能啊 做什么白日梦 真是白日梦啊她 这老头都拆的可真是时候 我看谁会信你 哼 大家别这么说 今天可是姐姐的生日 不用帮这种人说话 还是安琪人好 对呀 是不是要好好感谢一下安琪啊 没事吧 纯诺 这不是陈少爷吗 她怎么来了 当然是来看看 谁敢欺负我大小姐 飞里在这个时候孕吐 我爸帮你很久了 你那么快点 来了 妈 安安来了 阿姨你好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 放地下吧 妈 我帮你帮 我爸呢 你爸他工作忙 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没必要让他跑一趟吧 安然是吧 来 跟阿姨一起把饭做了吧 正缺人手呢 阿姨 我 妈 安然他怀孕了 他不方便 我来吧 你一个男子和大丈夫 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继续去 别碍事 我怀你的时候还杀鸡呢 哪有那么矫情 安然 你第一次来我家 就忍耐一下吧 让我妈尝尝你的手艺 嗯 妈 多吃点 你们怎么不等 我就先吃了 这不还有剩下的吗 长辈饿 总不会因为等你 不动快吧 刚刚我和阿乐 商量了一下 最近我们家手头紧 拿不出太多的钱 但是你这肚子 也脱不了太久 这样 彩礼先出一半 婚礼从前 阿姨 我们之前说好的 先领证在 领证的是不急 等你生了个男孩再说 放心 女孩也没事 再生就死 我妈说的对 我们也是为了你好 你怀孕了 不嫁给我嫁给谁啊 你们就直接说 你们要找个生育工具就行了 你怎么说话的 你也是怀上了 我们老年家的种 才攀上了我们 阿姨 你搞清楚 是你儿子追的我 也是你儿子求着我 留下这个孩子的 当然 不是我的错 但孩子是无辜的 我们结婚吧 你真下来 可是 你还不相信我的为人吗 彩礼 婚礼 我一定给你办得 风风光光的 下个月 下个月我再让你接我爸妈 好吧 你说这个是干嘛 妈 她平常很懂事的 都说别长孤儿 真是没降养 居然敢对长肺 这么没礼貌 阿姨 必让你怀孕 就你这种条件 嫁给我 你要心存感激 还敢提要求 赶紧跟我回去 求我妈原谅 就是你最后的机会 走 你放手 放开我 啊 啊 我的孩子 救救我的孩子 妈 我已经为了某腹去戴起来 我喜欢你 啊 啊 我喜欢你 哎 难选真难追 要是能主动到无怀力就好了 来真的 我要嘴 我要嘴 林家有钱有势 要是把他又伤怪在我头上 那就 就是他 奶奶 你就是我家林依的未婚妻吧 啊 还瞒着我呢 那孩子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行 不过你放心 咋不会亏待你的 这是林依的弟弟凌诺 你们在同一个学校应该都认识 不是 你弄错了 哎 没错 他和哥在学校 那可是出了名的模范情侣 嗯 哎 我们出去聊 哎 奶奶心脏不好 接受不了二次打击 只要配合她演好未婚妻就行 我会付给你钱 况且 你不是喜欢我哥吗 你内心乐意的很 哎 哎 你什么意思啊 一个娘胎出来的比不上林依一点 算了 就当记得行上了 啊 什么 这是我的房间 你怎么进的林家 你奶奶让我来陪她的 客房在那边 以后你的范围只有客房和大厅 别怒坏我家的东西 哎 你 奶奶小路 吃饭呢 把这些都备好 别露馅 奶奶你随便问 我想看看你和林依的活着 呃 奶奶 您尝尝这个 合照当然有啊 那 你 哟 画得真好 哪个是你 哪个是林依啊 这是我跟林依一起画的 奶奶一想要的话 我给你加进去 我看林依肯定就是林依害的 一看就是有钱的财产争夺 毕竟林依人人好又优秀 林依性格那么差 肯定嫉妒林依 真恶心 你说是吧 安安 嗯 他性格真的很差 你干什么啊 给你洗洗嘴咯 走走走 比利这个神经病 你站着干嘛 走吧 奶奶再等我们了 你不继续住了 不了 林依不行 我总不能一直在这里待着吧 下次需要演戏的时候 你直接叫我过来就好了 我 奶奶竟然把话表起来了 她要是知道这都是假的 该多难过啊 别再看林依了 你就一定要喜欢她吗 我不行 你是我的问题吗 你是我的问题吗